開放 哈囉 大家早 大家早上都有收到那個 防災日的警報嗎 手機有響嗎 有嚇到嗎 早上收到的時候想說有地震嗎有地震嗎 原來是演習 對啊 明天921 但是如果沒有收到就表示你是邊緣人 但是我有時候也很懷疑他的機制 因為就是有時候就是不會收到這樣子 好 然後大家找我們今天的課程 也是大家心前非常關心 然後還有很希望知道 然後很實用 可能在現在大家工作上都會碰到 就是關於你要怎麼設計一個數位的介面 因為我們雖然平常都有在使用app 使用網站 可是我們可能不知道 其實很多你使用它介面的時候 都有很多設計的巧思 但是你就會發現說你使用好像就可以很容易批評說 這個不好用 那個不好用 可是當你自己要想要怎麼做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其實你沒有什麼概念 所以今天就是會邀請子龍講師 就是來幫大家就是從頭到尾解釋 讓大家更了解說當你接下來的數位專案 要碰到設計一個介面的時候 你應該要怎麼去思考它的設計方式 好 那我們就交給子龍 好 有有有 好 大家好 大家早安 就是 如果等一下不小心睡早也沒關係 因為今天天氣真的非常好睡 對 那我是子龍 然後也可以叫我Moon 那我現在是一個平面和介面的設計師 那我也是參與很多GNV的專案 就是如果你們有在GNV看到一些設計 就是我都有參與這樣子 那這是我的一些作品 那可能不是重點 今天就是我想要帶大家就是看 主要分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跟大家解釋說 到底有哪些設計師 設計師到底都做些什麼 然後再來是一般來說 設計的流程是怎麼走 那哪一些是你們可以就是 簡單的去做或是簡單的學 然後讓你們可以跟後面的開發 或者是說對於你們想要做的東西 可以初步的有一個概念 然後把它畫出來 那還會再講一些就是 可以用的開放資源 就是不一定大家都會畫圖 或者甚至是我自己也很常用的 一些資源或是網站 那最後就是會讓大家分組 就是實際上就是畫畫看 或者是動手做這樣子 那首先是設計師都在做什麼 那大家對設計應該不陌生 但是其實很多人想就是 設計師是畫漂亮的圖 然後大家想要找設計師幫忙 就是你幫我做一個漂亮的網站 或者是名片什麼什麼的 就是這是一個基本認識 但其實大部分設計在做的事情 是溝通跟整合資訊 或者是說他要去規劃 整個產品的流程 或是服務的流程 那最後才會是美化的部分 那如果是以一個專案來說 設計師是在連接專案跟開發 中間那個很重要的橋樑 就是我們常常就是 這個投影機好白喔 他的頭髮不見了 總之他就是在這裡 那在座應該比較少 應該有設計師嗎 有一位 那如果是在一個數位專案當中 就是那我要找什麼樣子的設計師幫忙 因為其實設計師還有很多種 那我先稍微介紹一下 這三種就是大家可能會在數位專案中 會比較需要或是會遇到的設計師 就是你今天如果要做一個專案 然後你覺得自己沒辦法來就是做這個部分 你可以去尋找什麼設計師 那第一個就是使用者經驗設計師 使用者經驗設計師 一般就是叫U-Chart Designer 那他們主要是關注在產品 或是服務的體驗 就是在體驗的本身 那他是關注在使用者的情感 然後主要是做一些研究的分析 或者是測試 那他們的工作比較多是在做研究 那主要是譬如說一個產品 他在開發前 開發之後 甚至已經有使用者在用了 都需要就是使用者經驗設計師 去讓他越來越好 那什麼是使用者體驗 那他其實是以使用者中心來設計 就是所謂很常聽到那句 科技來自於人性 那如果使用者遇到困難的時候 他就會沒耐心 或者是找不到正確的使用方式 他就會很沮喪 其實我們很常就遇到 就是你遇到一個很不好用的網站 或是超級慢的網站 你可能就沒有耐心想要繼續用下去 那他的體驗就會很糟 那很糟的時候 你可能就不會再來第二次 那我們並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 如果是以一個現實中的 就是我們常常在做的事情 然後不要說網站好了 假設你今天去看電影 那我們再把看電影的流程分出來 你就會有你要先買票 訂票 那你可能是從網路上買票 或者是現場買票 然後你就會收到一張票券 那票你就會透過票券的資訊去找 今天是在哪一個影廳啊 或是座位 最後看電影然後回家 那這個流程雖然說是看起來就是很簡單 可是其實如果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 譬如說你今天在你找不到影廳或是座位 那個電影院就是這麼的複雜 或是說他標示不清楚你走錯 那有可能就是導致說你來不及進去 然後你又要摸黑進場 應該大家很常遇到就是有人 開著手機默默的就開場之後才進來找座位 那這對不管是已經在看電影的人 或者是正要看電影的人來說 他的體驗都有扣分 那他可能就會覺得我就很生氣啊 我又不是故意要遲到 然後我就覺得這電影院很差 或者是說他就必須要找一個工作人員 來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增加他的成本 所以就是確保每一個服務流程就是很順暢 或者是讓人家覺得很開心 這是使用者體驗設計師在做的事情 那另外一個是界面設計師 界面設計師 他是主要專注於產品本身的設計 可能是在界面的佈局 或者是說他如何被使用本身 像一般來說 使用者都會透過一個媒介去達成他的目的 就像是手機啊或是電腦 他就是那一個媒介 或者是我們很常去提款的時候 那個ATM就是他的界面 所以其實在智慧型手機普及之前 就是這門學問會叫做人音工程 或者他就是關心人與機器 或者是說你如何透過這個媒介去達成目的 如果以剛剛的電影來說 電影票就是一個媒介 他如何透過這個媒介去達成目的 他知道去哪裡看電影 或是說我打錯字了 去哪裡看電影 總之他就是要去看電影 這個打錯字就是一個很糟糕的體驗 沒錯 但是我還被發現大家我是用住音輸入法的 那如果我們就是看生活中很多的案例的話 像是大家去搭火車或是高鐵 如果大家之前有觀察的話 他們的票券是有過一次更動 像這邊的右手邊都是舊的 然後會發現舊的資訊其實全部都擠在一起 或是說以高鐵票來說 他有一個非常干擾你閱讀的底 所以其實你如果以老人家來說 你根本就很難去看說我今天是在幾點搭車 或是說我的車廂在哪裡 所以這是兩個就是他們重新設計的案例 就是如何透過一個媒介的優化 去讓使用者更容易達成他的目的 就是順利上車 那我們在哪一個立委投票指南 就是G&V的專案來看他們是如何改善使用者的體驗 其實這個專案呢一開始 就是這個是我們選舉都會在信箱裡收到一份 像報紙一樣超大張的選舉公報 然後其實大家都選前一天才在那邊看 然後其實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些人真的不知道在寫什麼 就是我不知道那些候選人在想什麼 那另外一個就是你看他的字非常的小 然後他其實我們來看一個攤評的版本 這位先生反正我們大概只能知道他的一些基本資訊 那他的證件就這樣子條列在裡面 那其實這對使用者來說就是他界面也是NG的 然後體驗也是NG 因為你選前才看到 但是我們並不希望我們選前才在做一些臨時抱佛腳的 就是才在看說這個人到底是誰 然後才去關心他的證件 你可能有一些人比較認真的選民 然後他可能一兩個月之前就開始想要 想要關注這個候選人他到底想要怎樣 所以其實選舉公報這個東西並不能滿足所有的選民 所以才會有就是 反正就是很多人就看到這個選舉公報就想說 我不想看算了啦 就是真的會有人就想說 那就看臉好了 就是看臉投票 對 那我們並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立委投票指南就是希望解決就是 選舉公報沒辦法做到的事情 或是說讓大家更好去閱讀大家那個證件 或是就是參選人 那這個是初代的 立委投票指南 你們現在應該看不到他 他一開始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 左邊是找候選人 然後右邊是找議題 然後那時候 其實這個見面非常的就是不OK 因為他 這個發起人 他有非常多想要做的功能 然後他很熱情 但其實他把所有的東西都塞進去之後 會變成說太過雜亂 所以我們其實不太清楚就是一開始到這個網站 我們要找什麼 尤其是像這個 那時候我問他說這個地圖是怎樣 他說可以點啊 就是你就看你是哪邊 然後就點進去 但其實我不知道那個是按鈕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很可惜 就是這麼棒的一個idea 但是他的介面 沒辦法就是幫助到大家 那後來這個是後來的版本 會發現跟剛剛就是少了很多 第一個就是他直接幫你定位 就是我就直接看你在哪裡 然後譬如說你在台北 那我就幫你找台北的候選人 那如果你不想要用定位的話 我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我現在有三件事情要做 第一個就是找縣市長 或是你要找議員 或是你要找公投 就你三條路就比剛剛這個 不知道幾條路 因為很多東西都可以按喔 他像他那個議題 每一個顏色的字其實都是可以按的 還有就是很多就是太多入口了 所以第一次用的人都會不知道怎麼用 那我們希望是所有第一次用 或是路過的人都可以使用 所以才會變成後來這個樣子 那加上他的那個 也有找一些視覺的設計 所以看起來就會比較清爽 或是比較好上手 那裡面呢就是比剛剛選舉公報 就是整理的很清楚 甚至有選舉公報沒辦法提 提出的部分像是過去的政績啊 或者說他表現怎麼樣 就是對於已經參選過的候選人 那我覺得使用者的體驗就是不一定說 你今天一定要找一個使用者設計師 而是我覺得他是一個觀念 就是大家必須常常在心中想到他 想到說就是到底是誰真的在使用 那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找設計師幫你去做研究分析 我覺得可以就是隨便找一個身邊的人 然後給你看你現在做 給他看你現在做的東西 讓他用一用看 你可能就會發現一些 就自己沒有發現的問題 那我覺得不管是設計師開發者 或者是專案發起人 這是一個大家都需要在心裡面 就是值得想念的觀念 就是隨時都要想到他 那最後一個是視覺平面設計師 這個就比較單純 而且他就是歷史比較悠久一點 就不像是介面設計師 是比較新的職業 那他主要就是關注在視覺圖像設計啊 或是品牌logo 就是如果你們今天有一個專案 想要做漂漂亮亮的 然後希望宣傳能夠讓更多人知道 那我覺得在有餘力有時間的狀況下 可以找一位視覺設計師來幫你們 像這個是我之前幫美國國會觀測站做的 他們專案的視覺 那其實我們那時候就花了很多時間 在想他們的形象跟logo 那就會有很多漂亮的插畫 或者是說相關的後續的應用 但是這都是很專案很後面 我覺得才會需要的東西 就是你已經確定你的專案是可行的 然後而且他也是由基本的那個產品 或者是基本的服務都已經做好了 那我覺得就可以去考慮 要不要做一個漂亮的門面 或者是說你要不要把它發展成一個 永續的品牌這件事情 那我今天並不會教大家這部分 因為這個可能不是一天可以學起來的 我今天要教大家的是就是 在短時間之內你可以 就是怎麼樣去跟專業的設計師 或專業的工程師溝通你的想法 那一般來說設計流程它是怎麼走的 一般來說大概是這樣 首先我們會確認一個需求或是方向 就是如果是以我來說 我設計師我就會去問專案的發行者 你想要做什麼 或是你希望呈現的感覺是什麼 然後之後我們就會去做資料收集或是發想 就像這個圈圈它其實是一個收放跟 收斂跟開放的概念 那最後我們就會確認一個功能或是風格 然後去執行 然後後續再跟開發作合作或是交付 然後會不斷的溝通跟修正 那其實它整個會拉很長或是很短 就要看你們是怎麼規劃的 那這邊有幾個就是我們會用到的工具或是設計方法 像是我們在發想時候就可能會用新制圖去做發想 那今天可能會跟大家帶到的是在確認功能的地方 我們會用Userflow或是Wireframe去協助我們把想法就是畫出來 或者是把那個架構就是規劃出來 最後就是設計執行的地方 其實也是有Wireframe的溝通在裡面 那或者是後續就是可以交給設計師這樣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搭這座橋 就是畫出Userflow或是架構圖來表達這個需求 那首先什麼是Userflow 它其實就是讓使用者達到目的的一連串的步驟 就像我剛剛舉的看電影的例子 就是我們把看電影這件事情分解成好多好多的步驟 那通常我們會去描述這裡面 它所發生的事情 或者是說它要做的決策 把它每一個步驟都分解出來 那一般來說外面的Userflow長這樣子 就是它會是一張 這是有點結合網站架構圖 那它會是一張很大的圖 然後解釋每一個頁面或是每一個步驟 它之間的關係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有點複雜 所以我把它就是把這件事情分解成三個步驟 就是等一下會希望大家做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定義你的目標或需求 然後第二個就是描述你的任務 就是你希望達成什麼任務 然後把它分階段的寫出來 可能五個步驟或四個步驟 其實同一件事情我們會發現 每個人做事情都不一樣 那總之只要把它寫出來 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在這個步驟你需要做什麼事情 或者是我們會需要幾個頁面 來達成這個步驟 然後第三個就是加上框架圖 就是把更詳細的內容 就是添加在步驟裡面 讓我們可以知道說 我們這邊要有一個按鈕 才可以連到另外一個地方 所以主要有三個步驟來畫Userflow 第一個就是剛剛講定義需求 那我感覺定義需求 大家可以主要去思考三件事情 第一個是給誰用 然後透過什麼樣子的介面 還有第三個是期望達成什麼目的 那給誰用的話就是蠻重要的 因為我們如果要以使用者為中心 做出發的話 給誰用這件事情 就是必須大家常常要想 這個人他是不是一個 就是對數位科技不了解的麻瓜嗎 或者是說他是老年人 他可能沒辦法在閱讀上 他需要自大一點 或是他在手機上被使用 所以他按鈕很容易被按 如果他按不到的話 他可能會沮喪 或者是說他其實是小朋友 所以我們需要用一些比較 繽紛的東西 或是好玩的東西 去吸引他的注意力 所以其實給誰用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 就是大家要一直去思考 再來是在什麼介面上 現在的介面其實很多 就是最多應該是電腦過的手機 那其實也有可能在平板上 那不管是在什麼介面 他都有就是符合那個介面 最好的使用方式 就有些專案他其實不需要到開發APP 他就說那我選擇在網站上 那有些專案就是連智慧型手機的那個 瀏覽都不想要讓他們 就是譬如說他要填很多很多資料 那我們就希望他可以專心的在電腦上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可以選擇說 那我們不要做了手機版的網站 所以其實在思考在什麼介面上用 也是我們在一開始就需要想到的事情 那希望達成什麼目的 我會希望大家再把剛剛還有就是 整個專案總結成一句話 就是我遇過很多專案的發起人 他會跟我講很多故事 我們因為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們想要做這個專案 然後呢我們找了很多很多資源 可是我在聽了10分鐘之後 我還是不太清楚他要做什麼 所以我通常會希望說 你能不能一句話跟我講你要做什麼 如果你能夠一句話講出來的話 那就代表就是已經很清楚了吧 你要做什麼 或者是你想要達成的目的整理得很清楚 像是說作為一個在職婦女 我希望能夠藉由網站找到創業資源 所以他其實是把他的對象 或者是他需要用的介面 都已經整理在一句話裡面 那未來不只是跟開發者 或者是說他想要跟別人介紹他的專案 都可以很清楚的就是表達出來 那我們以一個UberEat這個網站來看的話 他的目標族群就是譬如說忙碌的人 或是外食族或是年輕人 因為很多長輩他其實不喜歡吃外面 或是說他不熟悉一些數位的產品的話 他其實根本就不會用到他 那他是透過什麼介面呢 他是網站跟APP都有 那他希望達成的目的就是一個肚子很餓的人 能夠快點訂到餐 所以這是他的三個很基本上的需求 那在我們定義好需求之後 接下來就是要把我們的任務做描述 就是我們把每一個希望達成的任務 分階段的列出來 那以一個登入功能來說 我們可以這樣子把它分開 就是首先我們會進到網站 然後點了登錄鍵 然後就會進入到登錄頁 然後選填資訊 最後送出 就其實我們已經很習慣就是使用網站 我們平常不會想這麼多 但是如果你要開發網站的話 你就必須去思考就是使用者 他每一個步驟到底會做什麼事情 因為就是會有人做奇怪的事情 像是他可能就是那個email就寫錯啊 那寫錯的時候要怎麼辦 所以把每一個步驟列出來 就是有助於我們去思考說 到底有什麼地方我們會漏 那其實從步驟裡面就可以看說 進入網站我們就得到的 這邊是一個頁面 所以我們要點登錄鍵的話 我們就需要一個按鈕 然後呢進入到登錄頁 又是另外一個頁面 然後我們就需要一個輸入框 然後我們又需要一個按鈕讓它送出 所以這樣子我們可以就是 再進一步分出說 這是兩個頁面 那我們如果把每一個就是功能呢 都這樣子分之後 我們就可以整理出一個 我們到底有幾個頁面啊 那我們頁面裡面到底需要 他們去做什麼事情 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步驟呢 我們也可以就是整理出一個 網站的架構圖 就是我們去清點剛剛就是 我們列出來的步驟 到底有幾個頁面 那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那基本上所有的資訊架構圖 都是樹狀的 這個圖大家應該不陌生 就是如果你在規劃網站就會看到它 那它其實你一開始就畫出來也可以 或者說透過剛剛的步驟去思考也是可以的 那最後呢是加上框架圖 框架圖就是俗稱的WireFriend WireFriend其實長這個樣子 就是它不會有圖片或是可以被閱讀的文字在裡面 那有些人如果它的文案已經確定它是可以加在裡面的 那通常它都會是一個框線或是看起來更草圖的樣子 那其實它就是為了規劃跟溝通而產生的 就我們不希望我們在這個階段花太多的工去做很漂亮的東西 因為譬如說你今天如果這個按鈕它不要了 或是它移動了之後 那你可能整個做好美美的版面就要全部再動一次 那我們為了避免這件事情發生 我們在一開始會以一個比較簡單的圖去跟開發者溝通 所以請大家不要畫得太精美 就是不要說我這個按鈕現在就要長那個正方形 然後它有圓角這不重要 因為我們只需要知道那裡有一個按鈕 或是那裡可以被輸入就好了 那這兩者的差別就像這樣子 這是我現在正在進行的專案 左邊就是我們正在討論的WireFriend 那因為我們有一些已經知道就是可以被放上去的文案 所以就是我們會先放上去 那就大概規劃出上面可能會有一個區塊啊 或者是中間它想要呈現的是一個統計的資料 那最後右邊是視覺設計再進去 就是把它做得很精美 但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做右邊那個 我們可能會花非常多的時間在更改上面 因為就是它有很多的細節是跟架構沒有相關的 但是我們如果可以先確定架構 甚至說開發者就可以先從這裡出發 或者是說如果我們沒有視覺設計師 那我們確定架構之後網路上有很多的那種 就是線成模板都可以直接套 那但還是要確定我們的網站 它的骨架是長什麼樣子 我們才可以讓它動起來 那畫WireFriend非常簡單 只要你會畫方塊跟直線 你就會做這件事情了 它基本上大概就是這些東西 就是表示區塊啊 或者是我們會在中間打個X 表示這是圖片 然後文字的話就是畫直線 按鈕的話我們通常會給它一個圓角 可能它會長得像按鈕 但是其實如果你差不多畫個樣子 你也可以知道它是按鈕 那或者是說用一些死心的小方塊去做icon 那如果還是不知道就是一開始怎麼辦的話 我們覺得可以透過逆向練習 就我們先觀察一個網站 假設以這個報導者的網站好了 這是我們現在看到它的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逆向回去 就是把它有圖片的地方 就畫上剛剛圖片的樣子 然後文字啊這樣子弄上去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說 一般網站大概長什麼樣 然後它當初是WireFriend的時候 可能就是長這個樣子 就可以去觀察說 譬如說我很喜歡這個網站它的版型 或者是我喜歡它呈現方式 那你就可以逆向回去看看它的版面是怎麼安排的 對 它可能當初在跟工程師討論的時候 它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大概可以知道說 它想要把社群網站連結放在右上啊 或是說它希望就是這邊可以做輪播 就是WireFriend上面也可以做一些註解 註解說你希望它的樣子 或是說它可能會有什麼特效或動態 那這樣子就是可以跟開發者做比較好的溝通 那我要介紹一些就是好用的資源 等一下會希望你們是用白紙來畫WireFriend 因為其實我自己很常用手繪的 就是手繪是最快 因為可能大家都沒有繪圖軟體 那如果你有繪圖軟體 而且你會用的話也可以用 當然手繪其實我覺得是最快 因為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更動 或者說現場可以跟很多人做討論 那如果你又想沒有軟體 但是又想用的話 有一些線上的工具是可以用 像這個是Draw.io 它其實是免費的 然後呢它藏在一個神秘的地方 就是它都在大家的Google裡面 就是你的Google的硬碟或是文件打開 它就在更多的地方有一個Draw.io 然後它其實就有很強大的功能 可以讓你們畫出基本的圖表 或者是WireFriend 然後它裡面也有一些模板 就是你一開始開檔案的時候 就不只是你要畫WireFriend 或者是流程圖 你可能在做一些商業統計圖 或者是組織架構圖都可以用到它 因為它裡面也有很多功能可以讓大家用 那其他的工具它可能是有商用的限制 譬如說你只能開一個專案 那我覺得它的免費專案 就如果專案沒有很多的話就可以用 像這個是一個網站 然後它裡面就內建很多 它直接就有一些WireFriend的模板 然後就可以直接做規劃 那這種有商用就是看如果你用得很順 然後你又很喜歡 你就可以選擇付錢 那它免費的就是也蠻夠用的 那這是另外一個網站 它也是就是有商用的 那其實網路上很多啊 就是如果你們去下關鍵字 就是WireFriend的工具啊 或者是線上的資源 其實可以找到很多很多 那大部分都有免費的試用 就是你們可以試試看是不是喜歡 然後或者是說你們團隊有資源 可以去付費做使用 都可以 但我本人還是非常喜歡紙筆的版本 因為紙筆就是反正也不用錢 然後我就直接畫 因為有些人他可能沒有用過繪圖軟體 他會花很多時間在進入那個軟體 那這樣就是太浪費時間了 所以我覺得反正大家都會畫方塊嘛 就直接用手畫就好了 那其他的開放資源像是 這個是我自己很常用到一個叫 None Project 它裡面就是蒐集了很多icon 然後它其實都是開放授權的 就是你只要去看它的授權是什麼樣 然後就可以用 它其實蠻強大 就是各種icon都有 然後我自己也有上架一些icon在上面 就是那時候幫GNV做的icon 也有上去 然後都是可以開放使用 然後這個是比較圖片類的 它都是一些漂亮的照片 就是真的很漂亮 然後都免費的 對 就是大家如果需要照片啊 或是圖片的話 就是可以來這邊就是做搜尋 看看有沒有適合你使用的 好 那 大家有需要休息嗎 還是都不休息的 要休息 那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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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非常的 可以啊 之後就是會分享給大家 對對對 那我們先休息個五分鐘之後呢 我會想要讓大家做分組 大概五到六個人一組 就是 然後我們一起來練習 就是剛剛我講的三個步驟 好 我先休息吧 然後有問題的話 可以直接問我這樣子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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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買了 只不夠的話等一下再給你們 再給你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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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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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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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